娱乐兴趣部分来看到 今天有两位韩国的男艺人 分别抵达了台湾 让桃园机场相当热闹 一位是韩国团体CNBLUE李正信 在凌晨5点多来台 依旧吸引了大批粉丝街机 不过这一次他只会短暂停留台湾14个小时 至于另外一位韩国艺人李生姬 将会待得比较久 预计在明天晚上举办粉丝见面会 一见到偶像出现 粉丝尖叫声四起 韩国艺人李生姬抵达台湾 提前为隔天的粉丝见面会做准备 亲切的接过粉丝准备的小礼物 李生姬在韩国拥有收视率保证支撑 态度非常亲民 对于歌迷的要求来者不拒 沿路带着微笑和歌迷打招呼 韩国团体CNBLUE的团员李正信 也在同一天来台为选秀活动站台 不过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来台宣传 少了另外三位团员的陪伴 李正信看起来有点不自在 一举一动都吸引歌迷的注目和尖叫声 李正信只在台湾停留十四个小时 时间非常仓促 甚至还临时取消歌迷准备的庆生活动 歌迷只能无奈的拿着手机拍照留念 舞缘和偶像一起庆生 两位韩国男性选在同一天来台宣传活动 让哈韩粉丝脸盲赶场 不过对他们而言这是幸福的代价 我爱迪远备 余电TV 如真生 陈俊杰 杨慈 综合报道 集完 评罡 评罩 谢谢大家